8月14日,火箭队官方宣布球队,已经以一年240万美元的地心签下卡梅龙安东尼,并且火箭队内传来一个更重要的消息。 据著名记者吴尔报道,火箭队计划让安东尼打替补,而安东尼也愿意接受这个新角色,安东尼上个赛季在雷霆队过得并不如意。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,便是他不愿意接受新的角色,当时雷霆队在季后在中曾希望安东尼可以转向替补,然而安东尼选择了拒绝,他认为自己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。 最终,安东尼与雷霆在休赛期选择和平分手,今年夏天,被买断后的安东尼联系了火箭队,表示自己愿意加盟。 安东尼不离在休赛期大量训练了阶球,就投得三分的,不需要球权的进攻方式,还在加盟火箭队后接受了替补这个角色,这不仅是他的妥协,更是他的成熟。 在经历了一个失败的赛季后,安东尼选择冷静的思考自己的打法,怎样和先动标才能最好地契合,而不是一味的坚持自己不打替补的原则。 据悉,安东尼和德帅曾在此前聊过,德安东尼曾询问安东尼,是否可以接受替补角色。 安东尼表示无论是首发和替补他都愿意接受,但是自己有一个希望,安东尼向火箭队和德帅提出了自己的希望,那就是几百金周勇士队夺的总冠军。 安东尼的希望正好与火箭队和德安东尼不谋而合,我们也探讨过了他的期望,大家的期望达成了一致德。 安东尼说道,安东尼与德帅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,使他的加盟更加顺理成章。 其实安东尼接受替补角色是为了更好的帮助球队赌的总冠军,安东尼今年已经34岁了,他希望在还有一战之力时,赢得自己生涯的第一个总冠军。 火箭队阵中人才积极,球队以哈登和保罗为核心,在首发阵容中球权必然大量地集中在哈登与保罗手中,这使得安东尼明白自己在首发阵容中,可能无法发挥全部的实力。 而若是打替补,安东尼将和哥登一起搭档领衔替补阵容,见识他将更多地获得球权。 安东尼的学业生涯打部分时间中都是扮演着球队老大的角色,他已经习惯了持球在首单打,上赛季在雷霆队,球权更多地集中在威少和保罗乔治手中,因此安东尼打得并不开心。 未来安东尼在替补阵容中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进攻弯刮筒的本领,笔者非常看好安东尼在火箭队的未来,他必将换发第二川。